这碗面八百年历史了 这可是中国的八辣面之一啊 都是一半的 是吧 昨天晚上我爸在北京吃刀面 跟人吵下来了 夫人包刀面不正宗 不好吃 然后人家问我爸 说你吃过正宗的大鸿刀面吗 我爸都急了 给我打电话 为人家我今儿带着来的大同 尝尝大鸿正经的刀面了 今儿吃完这小面 回了回北京 您再去那刀面老板那儿 找着看照片 找着头咋子 找着点 哎 这儿看着不错啊 据说开了好几十年了 您这吃火锅呢 这是大同的火锅吗 大同的火锅 哦 您自己啊 我以为大同火锅呢 哦 谢谢 两个大猪肉面 两个尖椒 三个红烧肉 两个丸子 两个炸豆腐 打扰您了 我想拍一个视频 您削这个削面削多少年了 师傅 削了十七八年了 哇塞 这一般人都削不好吧 也 我能看这铁片是什么样的吗 我还没见过 哦 实际上边有个钩子 舌尖上的刀削面 真的是这样 刀削面就等于白来的 那没错 来大同就是为了吃刀削面的 这终于带我爸上大同吃上一回正宗的大同刀削面了 山西的醋 都在吃都在吃 我带东西了好东西 带什么好东西了 从北京拿过来的 你爹也带黄瓜呀 它这个肉看上去颜色特别重 北爷的这块呢 也是先煎过一遍 闻着就有一股焦香的味道 蘸一下试试 您蘸一下对 不错吧 嗯 嘿嘿嘿 哎呦我都想死这一口了 不行了 嗯 嗯 不愧正宗 嗯 哇 太香了 炒面条啊 嗯 嗯 怎么样 大同刀面这是那种一口满足的 我们还点了这个豆腐 这个豆腐也吃 心满着汤汁 它也涮涮涮涮 哎大葱也刀烧面啊 您别看它汤浅 嗯 但是它真的是 视为那种有滋有味的 对 嗯 这个烧肉 我还没有蘸那个醋湿过 所以把烧肉蘸一口这个 山西的醋来尝一下 我这倒不酸哈 嗯 嗯 不错不错 哦 哇 不错吧 嗯 嗯 太爽了 您看这个大同刀 里边这个肉粒 嗯 跟北京都不一样 嗯 它是这种大肉粒 北京有里边就像肉馅儿了 有就是那种 有就是那种 蒜末 啊 有就是那种 蒜末 啊 在哪儿 我就要一个辣椒吗 嗯 一个辣椒等三块肉 我再加一下 就加一下 说我给错了吧 现在已经两点了 还这么多人 你看 是满的 嗯 你就肯定就是没来 没来拖地儿 我来一小口一天 要尝尝味 你尝尝 嗯 7 13 12 13 15 12 15 13 13 13 哇 那它这尖椒还不是纯甜啊 我说错了 它也尖椒有酸甜 酸甜 真加醋吗 来一点点 肉香随俗嘛 肉香随俗 少来一点 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增香提味 来吧 哎呦 哦 大葱的刀削面 真的有点让你一吃一个不知心的感觉 它真的足够好吃 十分好吃 嗯 我这还是碗子呢 我看我这不是碗子 我这中奖啊 过瘾不过瘾 今儿吃这一顿 好吃吗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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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一半的好吃 是吧 嗯好吃 那谢谢了 那谢谢了 谢谢了 嗯 谢谢 这是大同当地的特色饮料 它是甜的 我以为会是酸的呢 口感特别好 请你不要跟我说话 真的专心的吃面团了 对不起 咱干个刀削面吧 这回 来 来 来 这多年一碗能问吗 这不写的吗 咱们家吃 18 20 10块柠檬 今天带我爸 第一次来大同 感受到了大同人民的热情 热情 哎呦送水 是吧 还给面汤 然后呢 也体会到了 真正的大同刀削面 到底是什么味儿了 回北京 就有吹牛的资本了 我肚子知道什么味儿了 对 就有资本了 昨天跟人家炒那个价 没白炒 今天这大同也没白来 点了这么多东西 价格 我不意外 因为我之前在大同吃过好几次了 我爸非常意外 一共74 咱们下期见 拜拜